不过本一检这边将会提出抗告 那么最新发展交给记者姜宇曼 宇曼请说 好 时序电影来关注金华城的案件 柯文哲在这个金华城那边 获得无报请回 而检方当场就表示说 他们将会去提起抗告 那我们刚刚得到的 最近搜集是预计在今天下午 最快就会去提起抗告了 其实检方的态度 他是一直都非常明确的 甚至在他们之前 当庭逮捕柯文哲的时候 柯文哲申请了提审 但法院驳回的时候 他们的声明中就可以看出 检方认为柯文哲 是有这个积压的必要 而且有积压的原因 所以可以知道说检方是非常的 是想要让柯文哲被积压的 那我们也请到了这个 今天请到了定衡法律事务所的 律师黄伯荣来到现场 来为我们解释一下 如果说在今天下午 去提起抗告的话 那最快有什么时候 可能会有结果以及流程 大概是怎么样 这个抗告程序的流程 首先就是要由检察官 来进行抗告书状的撰写 那这撰写内容 需要去攻击原本积压裁定的内容 是否有没有疏漏 就是对于这个犯罪嫌疑重大 为什么这认定是不是有问题 甚至补充新的资料来说明说 这个犯罪嫌疑以及积压的必要 那写完以后 就会递交台北地方法院 那由台北地方法院 来交给承办谷别以后 就这些积压的卷证资料 来做一个整理以后 送交给高等法院来进行分案 分案以后 就会由程审法官来做一个处理 那结果的话 就会可能是抗告驳回 或者是废弃原裁定 然后交由地方法院 来进行重新的处理 那我认为说 如果说废弃以后 再重新的积压裁定 那一样是维持有利于 柯文哲的结果 恐怕检察官还是会 穷尽洪荒之力 来继续做一个抗告动作 就会有点像郑文燦 这个一个无限循环的一个程序 因为检察官在逮捕的时候 就认为说这个犯罪嫌疑重大的情况 所以因此如果他认为说 没有继续抗告的话 恐怕会自打自己的脸 那其实刚刚律师有提到 其实有可能会重演 像是柯文哲 还有这个案件的状况 那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当时这个郑文燦的案件 他可是这个侦办的程序 大概是怎么样 那柯文哲是不是有可能会 一模一样的状况 那像通常这种 我们在进行积压抗告的话 我们一般案件 其实收到这个 高等法院的抗告结果 有时候都要两到三个礼拜 才有最新的通知 那这个像郑文燦这件案子 其实他在五天内 就收到五种结果 也就是说他遇到了三种 积压抗告的庭的结果 那积压庭的部分 三次 两次是 驳回那个积压的申请 那最后一次是积压成功 那后面有两次抗告 那抗告都全部都是发回 这在短期间 或者是一般案件中 是非常少见的 很难说在五天里面 就有六次的结果 这是一般情形 不可能遇到的 那比较说两个都是 前六都市长 以及都涉及到土地案件 又都是公务人员 贪赌的问题 因此很有可能比照这样的承托 那来做一个社会瞩目案件 所以很快速的进行处理 好 谢谢律师 那就像刚刚提到的 因为最快有可能在下午 就会提起抗告了 TVBS将会到台北地检署 带你掌握现场的状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